笑 还有资格笑 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管住我教室 我没资格教你 你们这几个你可以是成绩不好 但你不能够不会做人 在人家背后搅舌根 说人家朝人家家里面求 说人家妈妈穿的衣服丑 你有资格讲笑话吗? 你有资格吗? 母亲对一个人的含义有多重 你不知道吗? 我今天就不讲课了 我就今天来上一上课 什么叫母亲 来 折风 我问你 王者荣耀的后四位多少 说 好 来 思婷 你生日多少 如玉 隔壁帆 徐倩倩 生日多少 我知道你知道 你收你的生日礼物的时候 收你的蛋糕的时候 收你的蛋糕的时候 那个排场 那可热闹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说 好 好的很 都嫉妒对吧 来 我问你 张晓雨 你妈妈生日呢? 小路 你爸爸生日呢? 什么? 问到爸爸生日鸭绢无声了? 可不可悲 可不可悲 刚刚问你们帐号的时候 脱口而出 游戏帐号 记得比谁都清楚 问你们生日 问你们女朋友生日的时候 各个都记得 对吧? 怎么了? 想生日的时候 跟父母要钱 要礼物 要蛋糕 去外面开home 开party 玩 问你们妈妈生日的时候 有几个记得住 都说儿的生日 娘的难日 难日 什么难日 十几年前是你们母亲 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们生来带到这个世界的 那种疼痛啊 像那种啊 不是常人人承受的 十个内部都是断掉的疼痛 给你 你受得了吗? 他们对你们好了多少年 十几年 你们都十几岁了 对吧? 连你们爸妈的生日都记不住 我知道 你们现在青春懵懂 都想着说 生日的时候有人能够记得住 过个生日 拿个礼物 但你知道吗? 别人开不开心 我不知道哦 你知不知道 每年青春节 学校垃圾桶里面 多少个玫瑰 多少个生日礼物的盒子 可不可笑 你见过哪一年 我们学校的垃圾桶 家里面垃圾桶 放的是康乃馨的 康乃馨是什么 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什么叫康乃馨 给你们妈妈送过吗? 有人想都没想过吧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哪首先 我教你的学习 这是我老师的义务 但更重要的是 咱们得学会做人 什么叫人呢? 嘲笑别人的妈妈 你们一个个穿着 观鲜亮丽的衣服 笑别人家愁 像没有妈妈穿的愁 哪个妈妈没年轻过 哪个妈妈年轻时候 没有爱美之心 哪个妈妈年轻时候 没有热情过 他们现在穿的丑 是因为什么? 说岁月是偷走 妈妈青春的小偷 照我看来你们才是 站在父母的肩膀上 去嘲笑父母的无知 这是我教的学生最可悲的地方 居然间发生在我的课堂上 这是我的失败 我没有教好你们 我下次再发现 那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繁补之义 都他都知道要繁补 都要感谢父母 你们呢? 谢了过什么? 连父母的生日都记不住 今天我不管各位 回到家里 你作为有多忙 你有多少的事情 把爸妈和 爸爸和妈妈的生日 记在脑子里面 老老的汗死 跟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了解一下爸妈的爱好 明天没有记下来的 不准来我课堂上课 这是我给你们最重要的课 听到没有?